加拿大衆議院議長羅塔在上週 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 訪問加拿大期間的邀請 並表彰烏克蘭裔前納粹老兵事件的繼續發酵 26日羅塔宣布辭職 波蘭政府表示正在尋求引渡 這名老兵會波蘭受審 加拿大猶太團體則是呼籲 政府公開前黨衛軍成員移民加拿大的檔案資料 連續兩天道歉後 加拿大衆議院議長羅塔宣布此去議長一職 和世界各地的民族 加拿大猶太社區也呼籲 其他國家 辭成將在週三27日眾議院會議結束後正式生效 選出下一任議長前 將由副議長德恩特蒙特暫代職務 這項決定是繼反對黨 聯邦保守黨魁仁政團 聯邦西民主黨相繼提出 要求議長羅塔辭職 以及執政自由黨召開內閣會議之後做出的 加拿大猶太社區也呼籲 國會程序和眾議院事務委員會 必須要徹底調查事件 找出原因 並且提出解決的辦法 以杜絕未來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加拿大總理特努多一連兩天 缺席國會質詢 反對黨抨擊總理推卸責任 波蘭教育部長在社交媒體上宣布 以採取措施 尋求引渡加拿大籍烏克蘭裔老兵 紅卡 指紅卡所在的部隊 曾經殺害無辜的波蘭民眾 根據加拿大政府 1980年代所做的一份調查報告 二戰結束後 有多達2000名曾經加入 德國黨衛軍的烏克蘭人 移民到加拿大 猶太團體呼籲 加拿大政府公開相關報告 紅黃衛視組合請武警黃山 問個華報導 中文足